同价香港富商,一个收入30亿座吃路边摊,只有他炫富被扫地出门。 邱淑珍49岁了依然能够高票,当选为最美女神,不仅是美貌依然在,很重要的是人家低调又亲民,一点都没有富太太的高架子。 三个女儿和前妈的合照 2009年邱淑珍和IT主席兼行政总裁沈家伟结婚,婚后育有三女,而当年的最美小招也吸引在家相夫轿子,淡出娱乐圈。 近日,沈家伟公司审核业绩,收入增至36亿港币,约合人民币31亿多。 而两夫妻的庆祝方式也颇为简单,带住女儿在平民的路边摊上消费了113元。 人美环这么低调的,难怪这么多人喜欢。 说到嫁入香港豪门的恩爱模范夫妻,就不得不提到郭晶晶和霍奇刚夫妇。 一个是昔日的跳水皇后,一个是香港有名的世家公子,两人都可谓身价不菲。 而两人结婚之后,经常一起逛超市,路边服装摊,跳蚤市场什么的。 这些对他们来讲就是在平常不过的生活,简简单单就是幸福。 有人就说,这里是名门和土豪的区别。 胡静和马来西亚富豪结婚后,依然在片场忙进忙出,坚持自己喜欢的工作。 义学习和高晓琴再次搭档同一部戏,没认出来。 因为一部人民的名义成功从古装美女转型成商界大佬,现在也活跃在各大片场。 还和网友粉丝分享自己包包内的小物件,没有大牌加深的感觉。 当年因为一部获取大火之后,李念借助剧中的形象吐槽房价,还被房地产大佬队,你住的房子不知是何许人的,户主不是你,这也揭开了李念的恋情,还曾被指责是小三上尉。 嫁给林富商之后,李念也没有其他作品,但是天天在微博晒自拍。 重点并不是能录个脸,而是戴在身上的各种名牌首饰,支持也有了炫富的名头。 但似乎也因为炫富,是婚姻产生了危机。 不仅删除了以前所有炫富的微博,还配上颇有生意的一段文字。 一个人的路真的很辛苦。 同天,在朋友圈中也配上从头来过的话,让人猜测难道离婚了。 现在的李念也学会了低调,只是在微博分享和儿子的日常,运动照啥的。 转变这么大,看样子生活中确实出现过危机。